一个鸡蛋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 满锅看起来都是蛋花 下面给大家分享做紫菜蛋花汤的小技巧 碗中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用筷子快速地把鸡蛋打成蛋液 一定要把蛋液打得涨发起来 起锅烧热 下入紫菜用锅煎一下 用锅煎紫菜这一步 不需要放油也不需要放水 用热锅把紫菜煎至变色 用热锅煎过的紫菜 做出来的蛋花汤非常的鲜美 下入清水一大勺 水开锅以后把紫菜煮至两分钟 让紫菜的鲜味融入汤中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按照个人口味添加少许的胡椒粉 下入切好的西红柿片 碗中放入一勺马铃薯淀粉 下入半勺清水 这一步要调整马铃薯淀粉芡汁 紫菜大花汤用马铃薯淀粉勾芡以后 能让汤的口感非常的爽滑 下入打好的鸡蛋液 一定要让鸡蛋液在锅中画圈圈 鸡蛋液全部倒入锅中以后 不要立即用勺子去推动 要让蛋液定型以后 再用勺子推动 这一步的操作能让鸡蛋花在锅中 看起来非常的多 淋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增加香味 最后一步出锅装盘 撒入少许性感的葱花 减准颜色 一道非常美味的紫菜蛋花汤就做好了 在视频的最后 偷偷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